我这一生能有一点点小成就 完全得利于韩冠城 他要不发行帮助我这一桩事情 我就不能成就 那就舞台啊 你唱歌要有表演的舞台啊 没有舞台不行啊 那我们讲经要有讲台啊 要有听众啊 韩冠长帮助我三十年就是 让我天天有讲台 天天踏去张楼 要人来听有听众 我跟他讲听众多少没关系 三个五个都行 所以他很开心 并不是我要叫他找几百人几千人 那他就偷通了 他就为难了 三五个人好找啊 他的交集很广啊 亲戚朋友很多 而且大家听得欢喜了 这个听众当中他又去带听众 所以我们确实是从三五个人开始 到以后啊 有一二十人 到最后呢 经常差不多有五十人左右的 最初的十年了 以后 这个欢喜听的人越来越多 这都是什么 听众啊 去拉听众 去介绍佛法 所以这个护持比什么都重要 你讲经讲得再好 没有长所讲 所以 红法能成就啊 最重要的 考复法 老师教个我们这条路 教个这方法了 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持人 自己要不肯发心的话 你还是不能成就 到哪里去找个好护法 可遇不可求 为什么 护法是长远心呢 韩广长碰到我之后 一直到他 老人家往生 三十年 三十年如一日 这个恩德大了 在这个世间 确实不夺进 这么样的热忱 面面都想到 成就一个人 他成就我红法 我成就他护法 都不容易